洛杉矶女模梅森对拉斯维加斯警察局提告 原因是她在去年8月在当地赌场被警察暴力相向 导致身上以及脸上多处受伤 而案发当时的画面也都被赌场摄影机给拍了下来 梅森泪流控诉 去年8月16号 她的朋友在Mirage赌场与保全发生争执 她介入调停却被赶到的警察暴力相向 她的脖子被警察乐住导致不能呼吸 不过她在过程中也对警察挥拳 警察将她重摔在地 之后警察将她靠住双手后 猛力将她的头撞向玻璃桌 使得脸部好几处受伤 而需要至少逢26针 梅森表示身上的伤疤可以复原 但是受创的心灵却很难平复 她希望透过司法避免其他人 再受到像她一样不正当的对待 谢谢大家 好